是心不够成吗 不是 我爸每次去的时候 总是提着礼物 当时稀罕的奶粉 硬糖块 加上家里都舍不得吃的老辣肉 甚至还给许诺 给家里的一半粮食 可每次 周寡妇的回答都几乎一样 老陈 想你相亲的 要能帮你 我哪敢收你 那么多东西 现在是个傻事的 你比我清楚 我要是出了事 不知我那没老汉的 玩儿早孽 我还要连累我的夫家 你就 别再为难我了 周寡妇的回答 就和她那打嗝声音一样 让人听了难受 可我爸能有啥办法 只能一次次地去 到后来 我爸去得更频繁了 终于引起了周家人的怀疑 把周寡妇叫来一问 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先是周老爷子发话了 老陈 你不吼五头呀 你这不是害我们这一家子人吗 先不说 我家儿媳妇 能不能给你家娃看好的问题 就说是看好了 可我们敢吧 你娃是命 我们一家子人不是命吗 走吧 走吧 我爸不死心 还去 那周二不由分说 就拿起锄头要打人了 事情 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 我的身子 依然虚弱 特别是哭泣的时候 那断断续续 被人掐着似的哭声 更像我家的一首哀歌 应召得我家 更加愁云惨物 依然是寒冬 屋里守着 烧得旺旺的火炉子 可是我家人心里 却依旧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包括我的两个小姐姐 都非常的担心 我这一哭 他们就非常害怕的 望着父母 他们生怕 听见父亲沉重的叹息 看见母亲哀伤的眼睛 又是一阵抽气声 小小的我又开始哭泣 而这一次 似乎是特别的严重 我妈和往常一样 搂着我又拍又抱 情况都丝毫不能好转 该不会是玩饿了 你给玩 喂点子奶吧 今天去拿的 还有点没吃完的 我去热热 小孩子哭闹得厉害 一般是肚子饿了 这是农村人的常识 我爸听见了我 那被人掐着脖子似的哭声 实在是难受 起身取了牛奶 给我放到炉子上热着 家里的气氛更加的沉重 没人说话 除了我那让人听着难受的抽烟声 就是我妈小声哄我的 银欧声了 终于 牛奶咕嘟咕嘟的热滚了 总算打破了我家的沉闷的气氛 我爸拿着碗 接了牛奶 吹吹凉 给弄进了奶瓶子里 递给我妈 然后 全家人都用一种期盼的眼神 望着我妈手里的奶瓶 指望我喝了这一点子奶 就能好一些 因为我那哭声 实在太揪心了 一分钟过后 我妈那惊慌 而显得尖利的声音 打破了家里暂时的平静 老陈 老陈啊 你看我们腰儿咋的了 我妈的嘴唇在颤抖 而我爸几个大步就跑了过去 一看之下 整个脸色 煞食变得铁青 刚喂下去的奶 根本进不了我的肚子 一到嘴边 便被我咳嗽声 给呛了出来 这不是普通小孩的呛奶 是根本喝不进去 我整张脸 憋得铁青 那吭哧吭哧的声音 竟像个老头子 这是我出生以来 情况最为严重的一次了 望着我小小脖子上 骨胀的青筋 我爸也是第一次慌了 我妈不停地拍着我 想让我好受点 我的两个姐姐 甚至因为这种情况 吓出了眼泪 可怕 我爸我妈心烦 一点也不敢哭出声来 我爸开始沉重地喘息 眼睛也红了 熟悉我爸的人都知道 这是我爸愤怒了 就这样 静默了几秒钟 我爸突然冲出了屋子 冲进了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又冲了回来 像疯了似的 在屋子里乱挥 你妈的 我陈红军一辈子 没做过坑门拐骗 烂屁股眼的事 你们弄我儿子做啥 要弄冲我来 冲我来 不要搞我玩 操你妈的 你们下得起手啊 一个小巧玩 你们下得起手啊 出来 狗人的贵儿子 给老子出来 老子和你们拼了 我爸这样子 就跟中了沙魔杖似的 但也怪不得我爸 因为那次去了乡卫生所 都没查出什么 我爸不死心 又带我去了好几家医院 不仅是镇上的医院 连城里的医院 我爸都去了一次 医生都说我没病 是营养不良 既然没病 特别是呼吸道方面的病 我这个样子 又咋解释呢 而且不只是我父母 就据我两个姐姐的回忆 都说我那个样子 很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原本由于刘文婆的说法 我爸就对有东西 盯上我这个说法 相信了几分 再加上此情此景 我爸已经确认 是有东西 在搞自己的儿子了 这也是他那 晚风魔一般的缘由 我爸这一闹 终于吓哭了 我的两个姐姐 屋子里的情况 更加的糟糕 这时的我妈 表现出了一个女人 特有的柔韧的坚强 她反而是最镇定的一个 她一边轻拍着我 一边一把抓住我爸 还在挥舞的菜刀的手 老陈 家里不就只有妖儿一个 你要这样 我们几个母子 靠哪个去 你看大妹 二妹 都怕成啥样子 你清醒点 我妈这一说 终于让我爸清醒了过来 可奇怪的是 她这凶狠的一闹 我的情况竟然好转了几分 我不再呼吸困难了 那让人难受的啼哭声 也渐渐止住了 小脸也从铁青 恢复成了平日苍白的样子 我爸见我好些了 终于彻底冷静了下来 我妈把我放到床上 一边安抚一下姐姐们 然后哄他们 去他们房间里睡觉 回到屋子里 我妈望着我爸 非常平静地说道 老陈 我去找猪寡妇 今晚就去 都说鬼怕恶人 秀云 我儿子的情况 我算彻底清楚是咋回事了 我也是这个想法 我们今晚就去 再拖下去 我怕我儿子这命保不住 我爸很认真地 同我妈说道 既然决定了 我爸妈也不再犹豫 这一次 他们是下定决心了 当下他们就抱着我出发了 估计是刚才我的情况 刺激他们 我爸竟然破天荒地 打起了手电筒 儿子的命重要 此时此刻 他哪还顾得上小心 只求快点到 周寡妇的家里 冒着寒风一路无话 平日里要走 二十几分钟的路 我爸我妈 匆匆走了十分钟 就赶到了 我长大后常常在想 如果当时不是抱着我的话 他们说不定会更快 人 潜力是无限的 玄学的山字脉 主修身 说前线点 也就是激发潜力而已 赶到周家的时候 不过八九点的光景 只不过农村 没啥娱乐活动 冬天里此时 已经是家家户户 大门紧闭 周家的大门 也是紧闭着的 我爸也不说话 冲上前去 就砰砰砰地 把门敲得很响 在这个安静的夜里 这急促的敲门声 真是格外的刺耳 虚实敲得太急 敲得声音太大 不久 周家的院子里 就传来了人声 是周二的声音 是哪个呀 我爸不说话 也不让我妈说话 只是把门敲得更急 因为 他怕周二听见是我家 就不开门了 我爸这段时间的执着 的确惹恼了 也惹烦了周家人 是哪个贵儿子哟 说句话呀 周二的声音大了起来 显然是对这种行为 发了火 我爸依然执着地敲门 周大吼道 不开枪 老子不开门哈 我妈在旁边有些着急了 小声说道 老陈 你就说句话呗 说个屁 周二的性格是出了名的 一根筋 他要晓得是我们 那就真的不开了 我就是这样敲 敲到他反位置 他还拿不定主意 肯定会害他 你也晓得 他胆子大 我爸的性格里 也有些无赖光棍气 只是平日不显罢了 果然不出我爸预料 就这样执着地敲了十分钟后 周二怒气冲冲地 把门打开了 手里还贴着一把菜刀 感情是把我们一家人当捣乱的了 见周二开了门 我爸闷着头就往里面闯 这动作把周二吓了一跳 这是谁呀 跟二愣子一样 站住 你是干啥的 别个家里头 你乱闯啥子 眼看着我爸就把周二挤开 进到院子里 周二忙不迭地喊了起来 我爸反应也是极快 一把就把我妈拉了进来 然后反身就把门关上来 这才说道 周二是我 老陈 我说你个老陈 你这是 周二松了口气 看来不是啥子来找麻烦的 这年头 谁不怕忽然进来一群人 把家里给撒了呀 但对于我爸的行为 周二显然是又好气又好笑 所以语气也不是那么好 周二 乡里相亲的 我们进去说话 要的不 你晓得 我老陈 也不能逼你家做傻子 你今天晚上 就让我把话说完 你个人说 我老陈在村子里 是不是厚到人 对你周二 对你周家 是不是以前也没怠慢过 我爸这番话 说的是软硬兼施 也难为他 一个农村汉子 能把说话的艺术 提高到这种境界 也算是给逼的了 乡里乡亲 在村里好人园 厚到的爸 以前也常和周家 走动走动 这显然让周二心软了 那时候 人的感情到底淳朴 加上那句 也不能逼你家做傻子 周二的脸色 总算缓和了下来 声音闷闷地说道 那进来说嘛 算我周二 那你没办法 我爸松了口气 周家人最难对付的 就是周二 今天晚上 过了他这关 看来还有戏 进了屋 周家的一家人 都在堂屋里烤火 旺旺的火炉子旁边 还堆着几个番薯 这家人 倒是挺能窝冬的 热炉子 热腾腾的烤红薯 周老太爷看人来了 抬头看了眼 是我爸表情木染 鼻子里轻哼了一声 但随后又看见 抱着孩子的我妈 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 但还是忍不住 叹息了一声 周寡妇倒是想说啥子 无奈 只打了两声嗝 就闭嘴了 咬着烟嘴 吸了一口汗烟 周老太爷说了句 月霜 带周强 周军去睡了 月霜是周二的媳妇 听见老爷子吩咐了 赶紧嗡了一声 拉着周强周军就出去了 周强是周大的姨父子 而周军是周二的孩子 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 不嘛爷爷 我要吃烤红薯再睡 周强不一 我也要吃了再睡 看哥哥这么说了 周军也跟着起呼 周二眼睛一瞪吼道 这烤红薯 又不会张起脚丫子 飞了 给老子去睡了 不然 就吃老子的笋子炒肉 这笋子炒肉 也就是挨打 看到周二 还是蛮有威心的 一吼之下 两个娃都不敢吭声了 乖乖的被周二的媳妇 牵了出去 军红啊 我晓得你这次是来干啥子的 话我都说明白了 相礼相亲的 你不能逼我们家呀 周老爷磕了磕烟锅 平静地说 那语气丝毫不见松口 这不是他们无情 先不是说了 这事没有把握 就说这种形式下 万一哪天说漏了嘴 就是个典型 况且周寡妇 原本就在风口浪尖上 我爸充满哀求地 盯着周老太爷 牙花咬得紧紧的 像是在作杀绝地 就这样 沉默了几秒钟之后 我爸的眼泪 哗得一下就流了出来 接着 他就给周老爷跪了下来 紧接着 我爸我妈抱着我也跪了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我爸这一辈子 就没哭过几回 这一次流泪 看来也是真伤心了 伤心他一个毒苗 咋就成了这样 伤心有一天 他这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也得给别人下跪 这如此沉重的亲啊 真是每一世最难报的因果 所以百善孝伟先 付了双亲那是大恶 君红 你这是 你这玩儿 你跪傻子吗 周老太爷显然想不到 我爸会这样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语气里也有些慌乱了 农村的老一辈 最讲究的就是这个 无缘无故 受了别人的跪 那是要折服的 好在我爸是小辈 也不算犯了忌讳 但生生让一个汉子 跪在自己面前 周老太爷的心里 又如何过意地去 而周二 已经在拉我爸了 就连周老太太 也踮起了小脚 跑了过来 拉着我爸说道 喂 你这使不得要 周叔 我老汉说 难玩旗下有黄金 轻易跪不得 但我真的是 没办法了呀 说着 我爸就抹了一把眼泪 我妈也跟着抹眼泪 显然已经打定了主意 今天 咋也得求周寡妇 帮一次忙 唉 我不管了 让我大儿媳妇 个人决定 周老太爷叹息了一声 叫了声周老太太 然后两口子 就转身回卧室了 这实际上 就是周老太爷 在帮我爸 毕竟 周寡妇死了丈夫 她周家 怜惜这个儿媳妇 咋能指使 周寡妇这么做呢 那是 欺负人孤儿寡母啊 话能说到这份上 周老太爷已经是尽力了 而且 这其中的原因 除了我爸爸的遗柜之外 还有就是 我爸提起 我那已经过世的爷爷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和周老太爷交情不浅啊 其音就是 我爷爷曾经救过周老太爷 山村多蛇 周老太爷有一次 在田里做活的时候 我爷爷正巧路过 亲眼看见 周老太爷 背后一条麻娃子 也就是金环蛇 正准备攻击他 按说毒蛇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除非有人踩到他 或者靠近他的蛇卵 才会这样 当时 我爷爷也来不及提醒 周老太爷什么 只得一锄头铲了下去 周老太爷听到动静 回头一看是我爷爷 循着我爷爷的眼神往下看去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被锄头铲成两尖的麻娃子 还在地上扭动着 显然没有死透 山里的人记恩啊 我爸提起这茬 周老太爷 哪儿还没得开脸 所以 甘心让全家冒这个风险 周二 看着老爷子松了口 他也不反对了 只说了句 老陈 你先起来 该咋样 我嫂子会决定的 你这样跪着也不是个事 我先出去了啊 说完 周二也走了 一个堂屋里 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 和周寡妇了 此时再跪 就是折了周寡妇的福了 我妈抱着我站了起来 然后扯着我爸说道 老陈 起来 不好再跪了 我爸一眼起来 扯着袖子 抹了几把泪 倒是我妈平静得多 她望着周寡妇说道 月红啊 我们都是当妈的人 你看看我儿子吧 才一个多月 都被折磨成这样子了 我这当妈的信头啊 跟天天在割肉一样 天下共通的都是母性 我妈妈这样一说 周寡妇立刻就心有气气焰 赶紧摆了摆手 打着格说道 秀云 你别 再说了 我其实 要帮忙的 就是以前担心 太多了 今天晚上 我就 帮你一把 周寡妇这样一说 我爸妈 顿时大喜 他们不太懂 过音是咋回事 只是恨不得周寡妇 立即就开谈做法 他们认为 用啥子神通 就是要开谈做法的 几分钟以后 我妈抱着我 被周寡妇 牵进了西厢房 而我爸 却只能在外面等待 周寡妇这过音的本事 一般有个规矩 就是一律不准男人 进入西厢房 有什么问题 也只能女亲属来问 甚至有的时候 有的女人 周寡妇 牵进西厢房 望一眼 也让别人出来了 这和其他 过音人的本事 颇有些不同 就这样 我妈终于 进入了周寡妇 那个被渲染的 过分的 神秘的西厢房 一进屋 我妈的第一反应 就是黑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接着就是冷 原本这就是冬日里 屋子里冷 是正常的 可那种冷 却不同于一般的冷 那是一种阴冷 当然 更多的是 心理作用 让人厚脊梁 支起鸡皮嘎的 月红 我咋感觉不舒服呢 像是被杀盯着一样 此时我妈 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周寡妇了 她赶紧拉了拉 周寡妇的衣角 站在西厢房的屋门口 就不堪走了 当然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屋子太黑 我妈根本就看不见 不怕 嗯 我去点灯 周寡妇依旧打着嗝说道 我妈 只得依然放开了周寡妇 在这种压抑漆黑里 等待 是一种难受的事情 一分一秒 都想度日如年 这间屋子 给我妈的感觉 是如此的不舒服 腰放在平日里 我妈早就转身就走了 她不是一个胆大的人 但是为了我 我妈豁出去了 在我爸不能进来的情况下 我妈坚定地认为 她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好在周寡妇对这间屋子 十分熟悉 稀稀索索一阵后 屋子里终于有了光 原来周寡妇已经点上了一阵油灯 这油灯的灯光非常的昏暗 但足以让我妈看清楚屋子的布置 只见这间屋子没有任何的窗户 墙壁四周竟然都挂着厚厚的黑布脸 也不知道为了啥 而屋子里陈设也十分的简单 原先的家具 估计早已经被搬了出去 只剩下一桌一床 两条凳子而已 桌子上摆了些吃屎 也不知道是给谁吃的 再仔细一看 地上还有个火盆 里面有些灰烬 我妈一看就知道 这阵势不就是烧了纸钱后 才能留下来的吗 另外那些吃屎的旁边 还有一个萝卜已经蔫蔫的了 上面有几只香的痕迹 最后唯一能让人感觉温暖些的 就是那张床了 竟然收拾得十分整齐 摆底兰花的背面 简单干净 此时 周寡妇坐在桌子旁的一张凳子上 对着我妈招着手 示意我妈过去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 鼓足勇气抱着我走了过去 在周寡妇对面的一张凳子上 也就是这屋子里 唯一剩下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呃 秀云 呃 今天你看到 呃 什么 呃 都不能说 唯一能说的 呃 就是我等下 呃 给你说的话 记得吗 周寡妇十分认真的对我妈说道 虽然那打嗝的声音 让周寡妇的话听起来特别的难受 而且有些滑稽 但这丝毫不影响周寡妇话里的严厉之意 我妈淋淋的点头应了 原本村里人就中承诺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妈绝计不会说出 屋子里发生过的一切 而且 把这些说给一个人听 也是周寡妇要求的 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我妈答应之后 周寡妇就闭起了眼睛 我妈也不知道周寡妇在做什么 只得静静地等待 过了一小会儿 我妈看见周寡妇的神情变了 她是在笑 那种笑是一种十分温婉 属于女性特有的笑容 只不过在这种诡异的环境下 昏暗的灯光下 这笑容看得我妈有些毛骨悚然 笑啥呢 我妈觉得在这里 就算送给她十只下蛋的老母鸡 她都笑不出来 接着周寡妇又皱起了眉头 眉梢眼角都是一副惊奇的神色 然后她用一种怪异的腔调 几咕几咕的开始念着啥 那语素实在是太快了 我妈根本没听清楚 这周寡妇是在说啥 在这个过程中 最诡异的地方就是周寡妇始终是闭着眼睛的 而且从她开始笑之后 头始终扭着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我妈就是个没见过大世面的村妇 这副场景已经吓得她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也不知道她是用多大的勇气才能坐到这里 看着这诡异的一切 终于周寡妇不再唧里咕噜地念叨了 那表情也轻松了下来 接着周寡妇全身一震 头也转了过来 她望着我妈睁开了眼睛 在她睁开眼睛的这一瞬 我妈有些愣了 同村的周寡妇 我妈还是熟悉的 之所以愣住 是因为我妈觉得周寡妇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 眼前这个人 她不像周寡妇本人 说是陌生吧 我妈又觉得不陌生 为啥不陌生 我妈说不上原因来 你只要看看你的儿子是咋回事吧 周寡妇开口说话了 奇怪的是不打格了 语速还很慢 但土字清晰 只不过那声音怪异得紧 明明是周寡妇的嗓音 却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那种感觉我妈形容不出来 非要说的话 就是你抓着别人的手 在打一只蚊子一样 而且周寡妇不是一直知道 她是要看儿子的情况吗 可我妈那会儿 哪儿还敢计较这些 会法术的人在她眼里都是很神奇的 可不能不敬 再说儿子的事情要紧 听周寡妇这样问 我妈赶紧地点点头 把儿子抱过来吧 我先看看 周寡妇操着那怪异的语调平静地说 我妈心中一喜 赶紧站起来 把我抱过去 走到周寡妇面前 掀开了墙包 也就在这个时候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 周寡妇的眼神 刚落到我的小脸上 她忽然就尖叫了一声 一下子 就闭紧了双眼 大声喊道 把玩儿拿开 把玩儿打开 我妈被这突然的变故 吓得心里一惊 然后又是一沉 周寡妇都这样了 我儿子是惹上多厉害的东西啊 可抬头一望周寡妇 又确实是可怜 闭着双眼都不敢睁开 一张脸卡白卡白的 这情况我妈哪儿还敢怠慢 赶紧抱着我 又坐回到原来的位置 月红 我这孩子 担心我的情况 我妈一坐下来 就赶紧地问道 先把孩子抱出去 抱出去 你进来再说 周寡妇 不理会我妈的发问 只是一叠声地 要我妈把我给抱出去 然后就走到床边 蹲下身去 像是在床底下找着啥东西 我妈又担心又好奇 但哪敢怠慢 应了一声 抱起我 就出了西厢房 一出房间门 就看见我爸 在院子里来回地 躲着步子走 一副着急的样子 我妈一出来 我爸就赶紧迎了上去 修院 我们儿子 这是给看好了 没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你把儿子 抱着着周二百龙门镇去 别站在院子里 把孩子给冻着了 我还得再进去 我妈也来不及说啥 她急着进去 问周寡妇 到底是咋回事 交代了我爸几句 就往西厢房走去 我爸抱着我 确实想再问问 可最终还是张了张嘴 啥也没说 转身找周二去了 进到西厢房 我妈看见周寡妇 正蹲在地上烧纸 一边烧着 嘴里一边念念有词 感情的刚才 是蹲到床底下 拿纸钱去了 我妈又走到桌子面前坐下 这一次 周寡妇的话 不再是一开始 那几咕几咕怪异的腔调 所以我妈也就听清楚了 周寡妇念叨些啥 原话我妈记不得了 但大义是清楚的 我给你们些纸钱 你们拿了 就不要在这儿了 不要找麻烦 大家一条道上的 我更不容易 总之 周寡妇就反复地念叨着这些 而我妈越听越毛骨悚然 我妈不是傻呀 这话明显就是说给那东西听的 咋周寡妇和那些东西是一条道的 更恐怖的是 周寡妇念叨完了 又开始 鸡尾声响咕噜唢的 我妈哪儿见过这阵仗 这房子吹着后门帘 连窗户都没一个 风哪来的 眼泪在我妈的眼里包着 那真是害怕得不得了了 但同时我妈又努力忍着 为了孩子 她觉得自己不能这么怕了 当风消停以后 周寡妇总算又做回了她那张凳子 她望着我妈 只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你先等着 既然周寡妇叫我妈等着 我妈也只得等着 毕竟有求于人 就算心里再急 也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与诚意 周寡妇说完这句之后 就不再说话了 而是闭上双眼 全身又是一震 然后趴在了桌上 好半天才缓过来 休息了几分钟后 周寡妇走到床边 也不顾我妈诧异的眼光 扯过被子就裹在了身上 然后整个人坐在了床上 身体还微微地颤抖着 秀云 麻烦你坐 做碗姜汤 给我送过来 周寡妇说这话的时候 牙齿都打着颤 我妈应了一声 立刻就出去做姜汤了 没有多问一句 这是山里人特有的善良 淳朴 虽然担心着自己的孩子 但到底看不下去 周寡妇动成这个样子 况且别人不是也为了帮自己吗 推门进了厨房 我妈发现厨房里坐了个人 这样猛的一撞见 还真把原本惊魂未定的她 吓了一大跳 结果仔细一看 在厨房的大灶前坐着的 不就是周家的二媳妇吗 你咋在这儿呢 这天这么冷 还不赶紧去睡了 看清楚人之后 我妈松了口气 也给周二媳妇打了声招呼 我在这儿烧灶 准备烧点子水 做点姜汤 周二媳妇一边往灶里 添着柴鹤 一边平静地说 做姜汤 这个真巧了 我也是帮你嫂子做姜汤的 我妈很是诧异 一边惊叹着 一边帮着周二媳妇 往灶里添着柴鹤 就是做给我嫂子的 她以前做完事 常常要喝碗姜汤的 我估摸着 这次她也要 我这不是赶紧来坐一晚吗 你们周里感情可真好 我妈真诚地说道 要真这样 周二媳妇对周寡妇 真没说的 我嫂子不容易 我觉着她苦 周二媳妇起身从大水缸里 咬了一瓢水 哗啦一声 倒进了烧得滚烫的锅子里 我妈也不知道 这话该咋接 干脆站起来 拿起菜刀 帮着她 剁起放在案板上的老姜 两个人就在厨房里 沉默地忙活着 不一会儿 一碗滚烫的姜汤 就做好了 然后 我妈端着 盛在粗瓷碗里的姜汤 小心翼翼地 出了厨房 周二媳妇 紧跟在我妈身后 我妈的前脚 刚跨出厨房 周二媳妇 就在我妈身后 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秀云大姐呀 我嫂子苦啊 又是这一句 我妈真不知道 说啥子好 可接下来 周二媳妇的一句话 着实让我妈吓了一大跳 端在手上的姜汤 差点洒了出来 我有时候 真觉得我家大哥没走 也不知道 这样子缠着我嫂子 好还是不好 我嫂子的身体 可是越来越差了 说完这句话 周二媳妇 就转身回屋了 估计有些情况 她见多了 自己觉得 说出来结口闷气 也没啥 可我妈呢 好容易拿稳了 手里的姜汤 愣是让自己 站了半天 这才缓过神来 连想着周寡妇 在西乡房的表现 再想着周二媳妇 那句话 心里已经 信了七八分 女人总是感性一些 相比于男人 这样的事 说起来恐怖 可也触动了 她们心中 无比柔软的一块 如果不是 两口子感情深厚 咱还可能阴阳两格 还要厮守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 我妈对周寡妇 也多了几分同情 连眼神 也柔软了起来 在端着姜汤 进那间阴沉沉的 西乡房时 心里 也就不那么怕了 端着姜汤 我妈一口口 喂周寡妇吃了 虚实心境 产生了变化 我妈那动作 都揉了几分 喂完姜汤 我妈又情不自禁地 抓起周寡妇的手 想帮她暖暖 可一抓之下 却发现 冷得甚人 周寡妇 想挣脱我妈的手 摇摇头 那眼神 分明就是在告诉我妈 无所谓 她甘愿这样子 我妈 看出了些什么 周寡妇 是知道的 这次事情来得及 周寡妇 做事的时候 是顾忌不上啥了 要知道 在以前 她做生意的时候 可总是 一个人先进屋子的呀 如果这样 我妈都没看出啥来 周寡妇自己 都不可能相信 两个女人 在这个时候 同时有了一些 心照不宣的交流 指了指板凳 周寡妇 是与我妈坐过去 她一个人扭着头 又在床上 激里咕噜地说了起来 估计是在商量 什么重要的事 周寡妇的表情丰富 语速也急 甚至还有些肢体动作 我妈耐心地等待着 因为刚才 周二媳妇的话 这场情景 在我妈眼里看来 多像是 两口子 在商量啥事啊 可怜的是 他们的距离 他们的距离 何止隔了十万八千里 看着这两口子 我妈就想起 她和我爸 也是感情深厚 也不知道 如果其中一个人 先走了 会不会 也做这种选择 想着想着 我妈竟落下泪来 这事儿 也是我妈 才能这样 换成我爸 这种粗神经 怕只是有一种 诡异恐怖的感觉吧 就在我妈 伤心感怀的时候 周寡妇 也停止了 她的击鼓声 还是身子 猛的一震 再次张开了眼睛 甩开了她的被子 和我妈 隔着一张桌子 坐了下来 这次 周寡妇 没有任何的废话 张口就对我妈说道 我是周大 虽然早已经 有了心理准备 周大还留在这里 但突然听到 周寡妇说 她就是周大 我妈还是吓得不行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好半天才又坐下去 莫非这就是鬼上身 从来就没咋 离开过农村的我妈 其实她见识没啥 可是鬼鬼神神的事 她是听说不少的 鬼上身这点见识还是有的 可是面前的周寡妇 不 应该说是周大 却没半点心思 跟我妈废话 开门见山的就说道 你玩的事 我不清楚 你把她一抱进来 我就看见 跟起来一群 凶得狠得 同道中人 明白是傻子吧 一听这话 我妈吓得 面色卡白 这一个都够瘆人了 这跟着一群 该咋整 一想到 我日日夜夜 被一群老鬼缠着 一想到 我家日日夜夜 住着一群鬼 我妈就觉得 自己要疯了 一下子没了主意 当下缠着嗓子 就开始喊 老陈 老陈 这个时候 她需要家里的男人 拿个主意 谁想 她的声音刚落下来 面前的周大 就大声说道 你莫喊 男人身子阳气重 我受不起这冲撞 好在我爸 此时在周二的房间里 估摸着 也没听见我妈 那因为颤抖 而导致声音不大的喊叫 不过 周大这一寒 我妈总算是恢复了 稍许的冷静 面对周大 也不是那么害怕了 男人阳气的冲撞 她就受不了了 看来 鬼也不是啥 无所不能的东西 再换个说法 儿子是有希望的 见我妈安静了 周大 不带我妈发问 就继续说道 你也莫怪我 我在阳间待了这么久 原本就虚得很 看你抱着儿子一进来 我就晓得 这事不好整 我本来是不想惹麻烦的 但是招架不住 我婆娘求我 说到这里 周大叹息了一声 嘀咕了一句 求我既阴德也没用 我和月红这样 既再多德都没用 周大这说法 其实挺凄惨的 可我妈听闻了一群鬼之后 哪儿还顾得上深究周大和周寡妇的事了 一心思 就只想周大继续说下去 说清楚 她相信 如果真的没办法 周家两口子 不会嘀咕这么久 而且 一副有话要说给自己的样子 要相信 我妈这个时候 已经彻底冷静了 才能有如此的分析能力 所以 任何时候 都不要小瞧女人的智慧 和男人相比 对逆境 她们有更大的适应性 果不其然 周大对我妈 此时的冷静很是满意 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他们威胁我 我原本 是想帮你儿子 看看天灵盖的 看看 有没有死气 结果一看 他们就刺压咧嘴地威胁我 他们是孤魁野鬼 身上的怨气很重 然后 留在阳间的 和我都不一样 不要说一群 就是其中一个 我要遇见了 也得绕着走 所以 我没得办法 那要 咋个弄吗 听到这里 我妈终于问了出来 周大讲的 缠着自己儿子的东西 是如此凶利 我妈 哪里还忍得住 你听我讲完 周大摆了摆手 然后继续说道 鬼眼和人眼不一样 多大的本事 我也没得 但是 一个人的运道 我还是看得清楚 比如 一个人 要有好事 他的天灵盖上 必有红光 这样的人 我远远看见了 还得躲 一个人 若是没得福 也没得祸 天灵盖上 就啥也没用 如果 一个人有祸事 那必定是有灰气 如果是黑气的话 那就是死气 不死 也要大病一场 我呢 是想尽点本分 帮你儿子看看 有没有死气 再把有东西 缠着他的情况 给你说一下就对了 但我看不了你儿子 感觉很朦胧 想叫你抱过来 仔细看点 又被威胁 我忘了一眼 却忘记 你儿子头上 有点黄光 这个就是我不懂的了 周大 一口气 说完了这许多 总算把事情 给我妈说清楚了 无奈听她的言下之意 她根本没有 解决的办法 我妈那问题 算是白问了 那我儿子 就只能这样了 我妈不禁悲从中来 原本她认定 周大是有解决办法的 可残酷的现实 让她不敢抱 这样的幻想 但是不甘心 强烈的不甘 又让我妈 多问了一句 这 周寡妇的脸上 显出 蜘蛛之色 显然是 周大在蜘蛛 我妈一看游戏 顿时用充满哀求和希望的眼神 望着周大 我妈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